哈嘍,大家好,我是阿斯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繼續追蹤我的IG、FB、Twitch、BBT、還有Discord 好,在天井捷悠辰在領官方 這邊呢,有公告了一個 國鋒企劃 一樣,一案重重 鼠貓齊聚 那這個應該就是 應該就是展召跟 展召跟那個 井毛鼠了吧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呃,就是貓嘛,很明顯嘛 井毛鼠,然後貓 鼠,老鼠嘛 鼠鼠的名號,總該聽說過吧 好像之前好像有人講說 呃,可能是風雲啊 雖然我也希望是風雲 好,這個是他在陷空島排行老五 幾個結伴大哥的綽號 聽起來都有翻天覆立智能 唸有他的另闢西進 五爺少年華美,氣與不凡 為了陰險狠毒,卻好行俠作義 當井毛鼠也 上面就直接跟你講答案了 不過他這邊寫一個他 女字旁的他 所以他 手遊裡面應該是用女生吧 對啊,應該是用女生 好,那這個是 自從聖上見了掌某 飛炎走壁的功夫,這藍霞變成了玉貓 呀 掌某,掌召跟 緊貓鼠這個不用猜了 上面都告訴你了 大家有看過 這個掌召跟緊貓鼠吧 大家知道吧 好,這邊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去看一下那個 我記得是七 應該是七霞武藝裡面的人 然後包青天之類的 印象中 然後我記得張博之有演那個 是那個緊貓鼠嗎 是嗎?有點忘了 好,這個情報 連動是這個啦 不知道人物角色怎麼樣 我們 接待之後的更新吧 好,然後有一個活動玩法 這應該是伴隨著活動一起的 這是懸疑的按鍵 是不是 這個人是不是柯南的小黑人 這是懸疑按嗎 我覺得蠻也OK啦 只是不知道他的活動玩法會怎麼樣 怎麼樣的玩法 那我們期待一下吧 好,在後面就是周邊的部分 好,這邊 這邊大家就自己看 好啦,那希望大家會 期待這個 緊貓鼠跟斬召 我們期待一下這個緊貓鼠會長什麼樣子吧 好啦,今天的情報就到這邊啦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FB、Twitch、BBT 還有幾次GO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大家晚安 掰掰